1 马上要开始就是我们的1 对1 好 你怎么说 只有30秒 计时 1 2 3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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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8 9 9 太猛了 太猛了 5 4 3 2 1 回合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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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怎么搞的 那个腰是怎么弄的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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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一遍来喽 好强 萌萌萌 萌萌萌 来吧 好 太猛了 好猛 一个大丸子 太空虑了 这一场比赛上他们两个人非常非常棒 让我刮目相看 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对 明星 对 温温的 网季怎么不来呢 好强啊 小吧 太吓人了这个招 我都没见过 今天是第一次看他跳舞 我傻了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过外 就是他的整个身体可以扭曲成那样 我就觉得宰的真的是让我今天 第一个大吃一惊 周宇翔 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 因为他年纪是比较小 那在那个抛屁的那个质感是非常的好 看他跳舞好像 我能找到我小时候跳舞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比赛的时候很凶 但他生活中就是 很有礼貌 我觉得我很喜欢 好的 四位队长期待我倒数之后做出本轮的选择 三 二 一 好关键 总比分四比三 恭喜前途无量组 全员晋级 好 好看 好看 我觉得这一场比较 就让我发现到自己的一些不足 我觉得只有遇到这样的对手 才能让我不停的进步 不停的成长 下次我再遇上他 我肯定会赢他 但我觉得那边的 泡泡也不差 对啊 这个确实好 周一翔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手 在新生代中 这种水准的对手还是很少见的 我能感受到他那种能量 有机会 我觉得还是很希望再能相见 四位队长 对这场比较有什么想说吗 我觉得两边都特别特别的精彩 每边都有根据五种的特色 然后编了很多很好看的一些组合剂 包括这边 几个人围在一个圈 然后中间做了一个人 那个我觉得很有创意 其实刚开始有纯bboy和纯popping要PK的时候 我们是有点担心这个怎么比 但是的确是带出来了很精彩的一些表现 包括宅宅的这次的表现 在这么多的技巧当中 我觉得你的耳朵完全在听着这个音乐的一些细节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谢谢 的确是年轻人的活力很喜欢 今天我是到现在为止我看的两组最精彩的一个 对 今天都是很棒的 尤其是周亦祥 就是很眼前一亮 就是年轻的新力量 我敢说可以是代表 很棒 我问一下周亦祥 刚才大家都对你评价很高 你自己看到这一场battle 然后包括自己在舞台上表现 有什么感觉或者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我觉得我表现的还可以 因为我把我的优势和我的招都放出来了 把我的energy释放到全场上 但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跳够 可以再加几句 梅儿有的是时间 告诉你 这个这就是街舞就是时间长 是 刘雨昕队长 两组都特别炸 前途无量组 你们我觉得特别有默契 你们是之前就是一个团队吗 我们是一起跳舞的 然后从小的时候 估计十岁吧 对 然后一直跳到现在 但后来我去了成都 认识了凯哥 然后 多了一个黄契 我就一直在成都 对 在星空间 对 成都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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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凯过的就是黄契了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因为宅宅嘛 然后在上面跳的时候 包括他说话的时候 那凯哥就是 特别的开心 对吧 露出了那种慈父般的微笑 我刚才感觉就是 我们刚参加完比赛嘛 看到黄凯在舞台上面跳 我特别激动 有点像我拿冠军那种感觉 而且很紧张 希望那条毛巾 你再拿一条回去 眼圈红了 特别的那种 有情怀 因为我们在一起 一起练习 然后他跳的时候 他做下一个动作 我为他紧张 就是那种紧张 比我自己 站在舞台上面还紧张 这就是 舞蹈给我们带来的 友情和快乐 展展肯定会越来越强 一个实弹 去做一个实弹的事情 很多人都会对我说 你看后来要退前来了 其实对我来说 不影响 因为我们那是成都 没有海 现在我们的B-buy组 前途无量 全部可以拿到晋级毛巾 但是当中是否有谁 可以拿到代表实力的 红色毛巾呢